各位网友,大家好,今天是2023年8月2日,这是第三场读报点评节目,来看看更多的新消息。 一条消息是美国声音发表的,中共国现在和美国要争世界老大,激怒了美国,尤其是美国的议员们,上上下下的,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, 他们都意识到了什么,台湾问题的重要性,也意识到了军事设施要改进,要提升,才能震慑中共,没有别的办法,只有实力。 所以美国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,为了在太平洋更远距离应对中共,美国国会讨论拨款提升现有导弹的射程,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,它提升射程目的就是对中共的,也就是核弹,这可是大事。 这篇文章讲,美国官员希望改进现有的导弹和火箭推进器的化学配方了, 以便加长美军在太平洋前线部署弹药的射程, 可以让美国在距离中国更远的地方进行作战准备。 因为美国离中国距离比较远,现在是兵临城下关口前移的, 但你毕竟还是有距离的,是吧,你要打中共的话,你得需要远程武器。 路透社星期三报道了,引述了两位不具名的国会助理和两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, 那就是官方故意释放了,通过情报我们,说美国国防部和国会正在研究通过使用 威力更强的推进器和更轻的弹头,弹头轻才能发射远, 将现役的某些武器的射程增加20%,更快了20%。 消息人士不愿据名是因为他们并未授权公开讨论这件事, 说美国参议院上个星期在讨论总额高达886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, 这个时候谈到了呢,会有1300万美元专项自己,用于计划, 就1300万美元是用干这个事,做什么呢? 扩大和制造,被称为能量材料,可用于推进导弹或替换现有弹头炸药的化锅。 也就是说,美国现在正在研究这些细节,怎么能够对付中共。 路透社报道,尽管专项的资金只占国会讨论的美国国防预算的一个领头, 但真有可能开启一个新的专门的项目,最终导致向有关弹药研究生产计划, 拨款几十亿美元。你看,整个形势变了,以前是科病年代, 有研究怎么能够把生活搞好,现在开始打仗,也就是杀人。 美国参议员上星期在讨论总额高达886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的时候, 谈到了至少有1300万美元专项自己用于,也就搞这个话读。 也就是扩大和制造被称为能量材料,它用在推进导弹,替换现有弹头的炸药。 路透社报道,尽管专项的资金只是个领头,但是它落实起来就钱也不少,也是几十亿。 报道说,由民主党掌控的参议院,和由共和党主导的纵约。 你看美国有意思,两党现在牵头,一个是在参议院占夺,一个是在纵约。 但这不影响他们决策,他们目标一致,在这个问题上拨款, 具体额度进行谈判,但是美国不会两党制约与威慑中国这一点上,基本立场去一致。 这篇文章指出,印太的距离和中国海军的规模,意味着美国需要射程更远的反舰导弹。 为什么要这样做?印太的距离,距离太远,就是自然的条件,地理优势,地理的问题。 还有海军的规模,也就中共国的海军现在扩大,像下角的,很多军舰,已经被美国都多了,美国着急了。 美国纵边美中战略竞争特赦美业会主席叫麦克·加拉格尔对路透着讲, 中国也要在太平洋将美国看出威胁,并在以自己的方式强军备战。 不幸的是,五角大楼仅仅满足于使用1940年代的炸药, 就现在用的炸药是1940年代跟不上形式了,对吧? 现在形式发生变化了,面对像CL20这样可以增加我们部队射程杀伤力的先进高爆炸药弹药,非常感兴趣。 兴趣是缺乏呀,导弹射程每增加一尺,美国军人就得远离危险一尺,所以要改进。 他说CL20的化学名字叫六硝基,六弹砸一股次丸。 我不懂这些东西,这些成本,这些名方,也是世界上目前威力最大的非核炸药,其威力比常规炸药高出大约40%。 如果用于导弹的推进剂,则能让相关装药量的导弹射程提高约20%。 它这射程就更远了,增加了20%,手臂就伸出去了,对吧。 这些新型炸药最初优美,我科研人员在上世纪80年代人就研究成功了。 因为当时试验这些炸药的场地在加州,一个名叫中国湖的美国海军武器试验基地。 因此这款炸药被称为中国湖二手化学物,简称CL20。 你看,人一开始就针对中共,名字都起了个中国湖,气不起人。 他说国会助理和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,国防预算一旦最终在批准, 或者通过美国国防部就会启动一项使用CL20为现役武器增程的计划。 美国最近这篇文章是像这样介绍的,他说美国能量技术中心发布了一篇文章。 他说新的能量材料可以让一枚400磅炸药取得现役。 1000磅炸药同样的杀伤了。 而且中国已经以工业规模生产CL20,并将其用于武器系统当中。 国防承包商叫格鲁曼公司,是美国CL20的主要生产商。 另一家主要的导弹引擎生产商是另一个公司。 这家公司上星期已经被L3哈里斯技术公司收购。 反正讲来讲去,这些高科技的公司,生产武器的公司都开始行动。 你有了钱给他们,他们就干吧。 路透社报道说,美国参议院讨论的专款用于在美国国防部设立一个能量材料办公室。 而这个由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负责主管的办公室,将是美国陆海空三军的一个协调机构。 这样将避免意思繁琐的官僚主义。 也就是他们加快了效率,开始开干。 但是美国有一个弱点,因为美国媒体每天就哒哒哒哒哒,把这些机密都讲出去了。 中共国也干这个事,但他敲锋敲声一声没。 所以将来打起仗来,你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秘密武器。 中共超狡猾。 这篇文章最后说,这个对能量材料相对较小的投资,是一个很有意义而重要的决策。 美国战略国际研究中心武器专家叫汤姆,他对路透社讲的。 也就美国媒体开放是个好的事,老百姓都知道。 但是中共国也知道你的秘密了,对不对? 我们再看另一篇文章,也是针对中共。 现在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,搞不好将来拖铺开干了。 你看美国现在,作为消除美国供应热的强迫劳动行为努力的一部分, 美国在8月1号开始禁止了,又增加了4家中国公司进行制裁。 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警告,要求采取措施保护中国公司的权引发了。 你看美国又要制裁4家,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二宣布了新的执法行动了。 将两家总部设在中国的公司列入什么呢? 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施清单。 这是对的,有很多产品在中国是在监狱看守所生产的。 我在大连开发区看守所生产,待了一段时间,一年半吧,一年多。 还没判刑呢,还没定时罪犯,就开始劳改了。 生产就是编纸袋,还有纸袋。 纸袋上打了英文字母,装衣服,再冒出古衣服。 那不就是劳改产品吗? 四面是纸,然后他给你纸用白胶粘上去。 你白胶熏人,当时还熏死一个在亚人员,一个囚徒,他叫王威离。 王威离的太太当时在日本留学,她是大连大学的一个诈骗犯。 她就劳动了,叫白胶熏死。 这白胶有味啊,你都不知道,你靠了以后,哎呦我天,那枪鼻子啊。 我也干这个事情啊,但是我挺幸运的。 我现在身体很多疾病啊,就是坐牢期间,患现了各种疾病。 但是还,到现在活的还不错。 像王威离死了,连杀白,我记得清楚。 死在大连铁路医院,临死前给拉着铁路医院抢救啊。 抢救了一个星期,把他的手靠在那个床上。 就是那个病床,大连铁路医院,随区照顾他。 申文学管教和杨凯迟两个人去送去。 我讲全是事实,我从来不说假话。 你去查证,大连开发就看出什么干出这事儿来。 天天渔岗那个老板呢,张永祥也参加了一段时间这个劳动。 就是胡纸盒的。 他那是胡纸盒的啊,那个纸盒是真奥核酸的。 就真奥核酸,你这个保健品啊,那个纸盒竟在那里生产。 你想想,这实在是这个匪夷所思啊。 讲起来这个故事就多了,这个时间我给你们讲一下。 过几天恢复,恢复这个,我这个回忆录当中就给你们讲。 今天讲的更大的事,因为比咱重了的事有的事啊。 也就是美国现在啊。 所以美国国土安全部通过声明表示呢, 8月20号开始了, 骆驼集团股份营业公司。 就这个公司啊,这个叫骆驼啊。 还有陈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营业公司。 还有此公司叫陈光生物科技集团下属的一个公司。 生产什么呢?生产商品进入美国。 到美国赚钱。 所以上述公司被指控参与针对迫害群体成员的, 受害群体的商业行为。 包括中国的微博少数民族。 他可能是在那个在教育营里生产的。 因为他里边什么都生产。 监狱是大工厂啊。 你别看他是外边挂一个牌子, 两个牌子。 里边他一百多家工厂, 什么都干。 哪个赚钱的干什么啊? 什么都有。 南光领监狱有一段时间生产假牙。 就生产那个牙是假牙。 那个故事更精彩。 他找了三个女的进去当指导。 结果这三个女的都会那些男犯人之间, 眉来眼去的, 全军沦陷了。 这有时间我给你讲的这些故事啊。 就人性在监狱充分的暴露出来了。 就是男女子在, 一发现女的特别有同情心, 一看, 这小伙子啊, 这个水光绿华都在监狱一拍十多年, 怪可怜的, 同情的。 就老在家里啊, 老来监狱啊, 来家的饭和给他们带好吃的。 带了带去就好着了。 后来都全赶走了。 这很有意思。 给你们讲的故事啊。 今天讲更大的事。 就是包括呢, 微乎少数民族, 骆驼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千酸电池制造商。 城邦生物科技制造什么呢? 农产品, 叫植物提寻物, 食品添加剂, 天然颜料, 还有染料, 补充剂。 美国国土的安全部啊, 部长叫马约卡斯, 通过声明表示, 今天的执法行动表明啊, 就是拜登哈里斯政府。 哎, 他把哈里斯整了去吧, 这有意思了, 哈里斯是副总统女的, 对吧? 把他整了去。 这致力追究那些, 践踏人权和强迫劳动组织的责任。 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所有的, 合作伙伴合作。 将新疆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, 巨资美国商业之外。 我很赞成, 是吧? 一定不能赶出去。 那个产品上渗透着, 囚徒的血和泪。 你看当年, 现在很活跃的艺人士, 是吧? 那个陈克风不就是, 陈克风坐牢的时候, 不就写一封信, 寄给美国, 通过这个产品就寄出来的。 美国真收到了, 美国老百姓, 你看这个商品里面一封信, 这个陈克风写了一个诉苦, 他在监狱生产这个劳改产品。 你看看那个, 我到吴宏达那个劳改基金会的博物馆参观, 那些挂的这个, 当年陈克风写个小字条, 这陈克风太厉害了, 我天啊。 那么我们来看看, 这篇文章怎么讲啊, 他说呢, 同时呢, 促进合法贸易的流浪。 据介绍, 这次公布的公告将, 使被列入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, 实体清单的总数, 达到了二十四架。 你看, 因为美国现在是跟你一起, 仅仅是合作, 贸易不假, 人家挑你的毛病, 抓人就制裁, 是吧, 你看, 他说呢, 这篇文章讲啊, 他说这个, 呃, 由美国总统, 呃, 拜登, 21年12月签署成法律的文本, 叫, 维吾尔强迫劳劳动预防法规定, 除非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局长, 以明确和令人信服的整理认定, 货物不是由强迫劳劳动生产的, 否则, 仅只向美国进口在新疆生产, 或由该法律实体清单上明确的实体生产的货物, 也就是你这个货物必须不能在监局看守所生产的, 有的时候他打, 他这个搞的这个虚假的标签, 是吧, 你很难识别, 他说, 呃,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去年6月开始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, 自此以后呢, 该部门根据这些法律查进了4600多批货, 价值超过16.4亿元美元, 啊, 此外呢, 美国贸易代表团呢, 呃, 办公室周二还声明, 由呢, 国土安全部主持的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, 发表了新的防止维吾尔强迫劳动化战略, 防止进口在中国使用强迫劳动开采, 生产和制造的商品, 这个东西你很难界定, 最好的办法就彻底给它断了, 他撒谎, 是不是啊,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老给人生产的, 就刚才我讲的纸带, 这就是我亲身经历, 呃, 呃, 干那个就是生产服装的, 那个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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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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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想获得美国的利益, 你就滚着远远来说, 你自己的内心环球卖给你自己, 啊, 他说, 从这个, 呃, 那, 受迫害群体成员, 包括呢, 少数民主, 美国少数民主啊, 这篇文章指出,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声明中讲啊, 就他是比较坚决, 他是鹰派, 是吧, 耶伦斯是歌派, 说, 强迫劳动法工作组代表了, 为实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所做的整个政府能力, 今天增加内容表明, 美国坚定不移的致力消除强迫劳动, 包括确保不向我国进口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, 他补充讲, 美国贸易代表盘办公室啊, 将继续与我们的机构, 特别工作组和伙伴合作, 实施这项立法, 消除我们供应链当中, 强迫劳动对象啊, 美国这篇文章介绍, 他说呢, 除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外, 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, 还有七个成员机构组成, 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, 以及劳工部, 国防部, 国务院, 财政部, 司法部和商务部, 这么多部门联合开始, 禁止他的产品进来, 力度很大, 美国政府将一些从中企纳入实体清单的举措, 外交部发言人, 战狼们又开始嗷嗷叫了, 星期三通过声明, 中方对此与强烈谴责, 坚决反对, 反对啥也不打理你, 该干怎么干, 有本身都滚回中国自己去生产, 自己生产, 自己消费, 对不对, 因为美国不要, 国际社会都不要, 看你咋办, 那你只有制造工作服了下来, 对不对,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篇文章, 这篇文章挺有意思的, 现在好的文章是越来越多了, 也就是关一带一路, 说再见, 出意大利最快9月底退出一带一路了, 中共搞的一带一路就是一种经济群队, 也就是他想占领统治全世界, 他没办法, 想了划着就搞一带一路, 假装什么给你经济建设, 实际上他是通过什么给你贷款, 贷给你你买我的产品用我的劳动力, 一旦还不上, 还不上扣你的基础设施, 很多扣不是还不上来, 斯里兰卡不就是港口给人家, 然后他用这个当军港来霸占全世界, 统治全世界, 这习近平在王沪宁的策划搞这个名堂, 西方世界看透这个本质了, 所以意大利开始退出了, 这是很大的事, 意大利媒体报道, 总理梅罗尼将于近期出防北京了, 宣布不续前一带一路, 时间可能在9月底和10月初, 他一退出很多都退出了, 最后只剩他自己了, 是不是一带一路, 最后变成一个人了, 就幸运自己了, 是吧, 说是意报, 20号报道了, 意大利国防部长叫科罗赛托, 日前已经说明了, 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是临时性糟糕的决定, 引起各级的议论, 说北京对科罗赛托的言论, 仅发表合作好处等相对温和的声音, 现在北京不敢得罪意大利, 还在缓和的讲, 是吧, 不过现在还没最后决定, 据媒体报道, 这是因为在梅鲁尼访华前, 中国已经接受意大利9月退出的急报, 中国一看不行, 退就退呗, 那你咋办, 是吧, 离婚了这个意思, 不和你好, 可你结婚以后, 这个并没有活得安全是吧, 是吧, 也没有什么幸福的生活, 是吧, 报道指数, 科罗赛托的言论是政府不需前一带一路的明确信号, 也正是这几个月来的预期了, 梅洛尼那领导的行政工程正准备摆脱他, 只剩如何摆脱的问题, 就签个协议呗, 对不对, 而近几个月是北京为说服罗马, 叙留一带一路, 不断的发出外交优势, 如今也只好接受主事, 因为他现在没钱了, 如果他有钱, 他就给他钱, 对不对, 给他个几十亿几百亿, 保证马上又要搞工位了, 现在中文国自己很困难, 现在都没钱, 他没办法了, 说一带一路倡议希望重建古斯路, 透过庞大的基础建设支出, 把中国跟亚洲欧洲和更远的地方连接起来, 批评者讲, 他是中国扩大地缘政治和经济侵略影响力的工具, 确实, 他这个就是一个阴谋, 斯里兰卡就是一个典型, 这篇文章介绍说, 科罗塞托曾向媒体指出当今的议题是如何撤销一带一个倡议, 又不损害和北京的关系, 他们不愿意和北京彻底翻脸, 因为现在战争还没开始啊, 国和公司也都很客气了, 还在委婉地讲, 说是因为中国是竞争者, 但他也是伙伴, 就是他现在是竞争者嘛, 意大利小国呀, 得罪不起中国, 怕他搞事, 是报道称, 梅诺尼政府打算在北京自行前宣布不续前一带一路了, 哥们不干了, 所以时间可能在9月底和10月初, 最重要的是, 意大利的外交人员已经由中国政府啊, 提出这个推出, 大政一致了, 北京也将表示不续前一带一路, 而不报复, 北京一定有意思, 还挺有风度的, 退就退吧, 哥们肯定不揍你, 你真害怕, 是吧, 这个生活不得不这样, 换句话讲, 罗马希望按照法国总统马克龙, 今年4月访问中国达成的协议, 通过一系列的贸易协议, 来评价以来有一个废除, 就咱们还得搞贸易, 意大利盯着中国庞大的市场, 你还得给他钱一支外, 资本家就是这样, 是吧, 祭齿不及打呀, 因此预计从运输到能源, 从农业到科学, 将有新的合作, 嘖, 习主席别害怕, 别生气啊, 咋意大利还没, 还得买你的产品, 对不对, 咱的产品要经历你, 还有生意可做呀, 只是咱不搞一代一路, 你觉得这个一代一路名称太不好了, 是吧, 别生气, 别生气啊, 还要继续合作, 喜评信仰也行, 反正咱们也没钱了, 怕找李强要钱, 李强也是苦积极的大哥, 你这不能这样花钱大招大脚了, 现在国库现在一分钱也没有了, 你看这次灾区, 才拿出一个亿来支援, 你说这好意思, 一个月, 一个亿给这些灾区分一分, 老百姓都分了多少, 另一点都分不上, 大哥再不能搞, 习近平一看, 确实, 打开国库一看, 空空如也, 全是栽培高筑啊, 说一地计毛, 这怎么办, 是吧, 也只好搭了头了, 说事实上啊, 这些文章讲, 他说, 米洛尼政府所做的就是放弃具有政治价值的框架协议, 将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, 重置为什么, 经济伙伴关系, 纯粹的经济关系, 不加准这个圈套, 进入圈套啊, 并和其他工业国, 大多数西方国家结盟了, 因为其他工业国, 或自由的意大利傻, 是吧, 这会儿他终于叛天, 回来了, 并在前总理德拉基的推动下, 完成大西洋主义的重新定位进程, 和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, 老拜登一听一看, 小兄弟你表现不错, 你这一路的损失, 哥们给你, 是不是啊, 所以意大利现在是投靠到美国的回报里去了, 这是一篇文章,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另一篇文章啊, 现在今天的文章, 好文章这不是不少啊, 啊, 你比如说, 刚刚看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文章, 下一场, 因为世界有限, 你接着介绍啊, 先看看这个, 就是上一场没讲完的, 啊, 也就是习近平假如打台湾, 有三件事将使习近平动摇, 说中国持续加强对台军事威胁, 连续派出军机军舰, 无人机绕台, 今天不用去了一个海军编队山东舰嘛, 去吓唬人台湾老百姓, 是吧, 据说台湾有很多山东水饺啊, 很好, 很好吃啊, 我很想去一次台湾, 多次进台施行军事演习, 破坏两岸和平, 受到国际社会关注, 彭博士的评论文章说呢, 美国对俄罗斯制裁, 无法阻止了普京群对乌克兰, 却可以让习近平对攻打台湾一事, 一事三事后勤, 哪三事, 吴莱腾, 他怎么讲的啊, 他说, 专栏作家叫白兰斯一号, 对俄罗斯制裁党募助普京, 却能阻止习近平的问题, 撰文指出, 制裁是一种让美国人爱恨交加的手段, 美国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个手段, 华府官员爱他, 制裁作为胁迫或者惩罚工具, 数十年来已经显著扩大了, 但是呢, 许多评论员不喜欢制裁手段, 不满华府反射性的运用制裁手段, 去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, 反而, 血弱美国的力量啊, 我们看看怎么讲, 他说, 美国财政部2000年一共制裁了, 出共制裁的文本是, 制裁了912个个体和实体, 就有912家, 不到1000家, 这个数字到21年增加到9421, 说在俄罗斯去年, 群裂乌克兰之后呢, 俄罗斯就有超过2500个个体和实体, 造物和实裁, 这一下增加这么多啊, 理由是什么呢? 包括保护人权, 打击恐怖主义, 惩罚侵略者, 而经济贸易制裁更是展现美国力量的一种工具, 但学者认为啊, 很多学者认为, 美国要想拿制裁来实现颠覆敌对政权, 强迫专制领导人转变, 这种目标野心太大, 就意思不奏效啊, 他文章指出, 制裁手段提出批评的人士, 经常忽略四项重要因素, 第一是什么呢? 制裁手段还没有造成, 人们逃离美元的现象发生, 事实上, 美元在国际金融中扮演的角色, 甚至比冷战结束的时候更要强大, 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数据显示, 乌克兰战争也难以减损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的比重啊, 也就是说在全世界各个国家, 你现在还要用美元结算, 美元是老大, 其他没有用我跟你讲, 你也是美元这个他的信誉者, 对吧? 第二, 他说制裁呢, 因为可能阻克他国起到效忧, 而且改写规征的效果, 处罚某些劣行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于, 让他打算冬销视频的政府, 停下脚步重新思考, 白兰斯写道, 如果美国没有改变普京的行径, 但是确实让中国的习近平对于攻打台湾一事三思后行, 这对华福尔也相当划算, 美国做啥事呢, 资本主义的想象是划不划算, 第三, 即使无法改变政权和领导人的行为, 制裁也可能有效, 他对于制裁, 他的意思是制裁就对西兵有作用了, 其作用, 美国国外员并不认为呢, 对俄罗斯制裁可以从道德上给普京开悟, 就是他有悟性的意思, 他们希望随着实践增长, 制裁造成普京在经济军事上造到削弱, 因而降低普京进行侵略的能耐, 现在就差一步啊, 如果中国国能站在美国这一边, 断了石油天然气, 不买他的, 普京马上就完蛋了, 所以这制裁是有效, 只是中共在里边起作用, 对吧? 这篇文章讲, 同样的, 没有人真的觉得中国无法取得先进半导体, 就可以改变西平的世界观, 但是, 藉由控制中国的前沿创新, 相关制裁可能让中国更难以主宰世界, 就是意思, 现在他制裁中国的时候, 这个作用现在不是很大, 但是呢, 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, 就是高科技, 含量高的芯片, 6奈米以下来, 对吧? 第四, 正因为如此呢, 制裁对于美国的政策重要性, 于日俱增, 而不是于日俱减, 华府和盟友正好正于好战的俄罗斯, 陷入矿日19的对峙, 而且美国呢, 正在与中国展开全民竞争, 要遏制这些对手, 就必须从经济军事上招手, 这意味着要让他们无法取得可能, 让他们越近的金钱, 技术和其他工具, 其实竞争就是敌对关系的第一步了, 开打的一步, 因为现在他中美之间, 贸易互补性太强了, 你中美我中美, 你要拔出这个脚不容易, 有点难舍难分的感觉, 尤其是现在中共国还是黄水人的, 美国是白杨白老, 对不对, 他买了国债, 美国的国债一万多亿呢, 对不对, 所以现在大债主, 所以美国现在有点犹犹豫豫, 就是有点纠结, 但是大方向我看还是走向全面对抗了, 因为世界老大就一个, 你等竞争到一定程度就在开战了, 这个开战才能却处雌, 对吧, 好, 谢谢。 谢谢。